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经纪公司埋下的雷 终究还是引爆了 这一次 王一博经纪公司乐华娱乐的雷 终于被引爆了 一年前 乐华娱乐成功上市 成为造星工厂 而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也在春节上映 让老板杜华风光无限 可是啊 这娱乐圈的荣光啊 就像泡沫一样 一吹就破 乐华娱乐呀 说白了就是一家王一博概念股 业务能力其实不咋地 2009年成立的乐华娱乐 摊子铺的挺大 音乐 经济 影视和综艺四大板块都有 还跟海外多家娱乐影视公司合作 自称跨国型娱乐公司 艺人阵容也相当强大 杭耕 王一博 孟美琪 吴轩怡等等 几十位大大小小的艺人 还有一大批正在培养的练习生 但话说回来 虽然公司账面上看着盈利 其实啊 全靠王一博一个人撑着 王一博贡献了公司超六成的营收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乐华娱乐啊 就是靠王一博吃饭的 但艺人这个行当啊 变幻莫测 谁也不知道他们啥时候会出事 杜华也不是傻瓜 他和管理层搞了个叫杜华严选的直播间 想降低王一博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 这招啊 跟东方甄选去董与辉话差不多 为了给直播间涨粉 杜华还去了小杨哥的直播间 那涨粉速度啊 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可惜啊 这直播行业也不是那么好浑的 人人都想奋一杯羹 竞争激烈的很 杜华搞的这个直播间呢 最后也没掀起啥大浪 2023年1月19日 乐华娱乐上市一周年之际 眼看解近期就要到了 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股票卖出 结果呢 股价暴跌 从1月16日开始 港股乐华娱乐股价暴跌近80% 创上市以来新低 三个交易日累计跌于82% 这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 这虚假的繁荣啊 真是经不起市场的考验 这些年 王一博经纪公司埋下的雷 终于爆了 这娱乐圈的水呀 深不见底 看似风光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投资者们呢 得睁大眼睛看清楚 别被表面的繁华所迷惑 乐华娱乐这个造星工厂啊 虽然捧出了不少明星 但说到底还是靠王一博一个人撑着 这种过度依赖单一一人的风险呢 不是一般的大 娱乐圈这个圈子啊 变幻莫测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就像王一博这样的顶流明星 一旦出事或者过气了 那乐华娱乐可就遭殃了 杜华呀 也不是吃素的 他看出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搞了个杜华严选直播间 想降低王一博的营收占比 他的这个想法呀 虽然不错 但执行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直播行业竞争激烈 新人辈出 想要在这个市场上奋一杯羹可不容易 不过话说回来呀 乐华娱乐这个上市公司啊 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投资者们啊 得时刻关注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业务模式 别看乐华娱乐现在风光无限 一旦王一博出事或者市场发生变化了 那股价可就遭殃了 总之啊 这娱乐圈的水呀 深不见底 投资者们得睁大眼睛看清楚 别被表面的繁华所迷惑 这些年呢 王一博经济公司埋下的雷终于爆了 也给其他经济公司和娱乐圈的明星们敲响了警钟 别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多元化发展才是硬道理 王一博出发澳门参加街舞总决赛录制 这就是街舞第六季官方在此前已经对外官宣最新阵容 王一博也将迎来身份的转变 演员王一博变成了街舞中的王队长 粉丝们对这次的录制充满期待 澳门之旅酷盖抱对强势回归 各方也晒出了不少往期的经典画面 重燃对街舞的热爱 王一博的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 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舞者比拼后的点评 他的专业表现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王一博在圈内拥有超高的人气 这就是街舞再次启动也会掀起一波街舞热潮 大家从观众转变为街舞爱好者 王一博等一众热门的街舞选手 都成为了他们竞相模仿的对象 按照以往总决赛的热闹场面 这次的澳门总决赛的现场 各位队长与选手的表现必定更加精彩 澳门总决赛即将打响 王一博自然成为了粉丝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名合格的舞者会认真负责地完成每一次的表演 很期待他能够再次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视觉盛宴 王一博微博之夜贴暖宝宝 王一博作为人气偶像 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引发媒体的疯狂联想 而他在微博之夜的动作 也是引发了粉丝的追捧 如今媒体爆料王一博微博之夜太冷 疑似贴了暖宝宝玉寒 引发热议 微博之夜 王一博身穿一身身蓝西装 显得高贵而神秘 又戴着棒球帽 街头饭与神秘饭结合 让他成为了微博之夜的焦点 然而 网友却发现 王一博身后的衣服有些方正 就怀疑是贴了暖宝宝 细心的粉丝表示 王一博为了抵御寒冷 贴了暖宝宝 真的是可爱又好笑 这一发现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 纷纷表示心疼自己的偶像 希望他能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这也是王一博真实的一面 不会为了风度不要温度 事实上 王一博一直以来都非常努力 不论是唱歌 跳舞还是演戏 他都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 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够在短短时间内收获 无数粉丝的喜爱和关注 对于王一博来说 暖宝宝可能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这却让粉丝们看到了 他在辛苦工作的同时 还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助益的 不会为了工作放弃自己的身体 而是将健康与事业协调发展 十分清醒 正是因为这样的品质 才让更多的人喜欢上了他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